在民间传统故事里 刘伯温是和张良诸葛亮齐名的智者 在朱元璋创立明朝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随后功成身退归隐田园 但是最终遭到猜忌 被朱元璋或胡维雍毒死 历史上的刘伯温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为何他归隐之后仍然难以善终 刘伯温出道有多早 朱元璋父母还健在 朱元璋本人还在给地主放牛的时候 刘伯温已经当了很久的地方官员了 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四五年之后 因为觉得在县里没有上升空间 又和同僚关系恶劣 刘伯温选择了辞职 返乡不久 他又出任了元朝江浙行省的儒学附体局 在这个位置上 做了一段日子后 他因为越界举报 监察御史 被自己的上司多次责难 被迫辞职 在刘伯温第二次辞职前后 比他小了十七岁的少年朱元璋 才因父母双亡 入黄绝寺当了和尚 此后十年间 法元势力纷纷出现 天下逐渐走向动乱 刘伯温却乐得逍遥 过起了明世生活 直到公元1352年 徐寿徽部起义军攻破杭州 在这里杀死元朝官吏 分发府库物资 招募了大量贫民入伍 在杭州居住多年的刘伯温 带着家人提前逃离 算是躲过一劫 但他的太平日子算是到了头 他接受朝廷任命 担任了五品的江浙省元帅府都市 开始了自己的剿匪工作 他的主要剿灭对象 是在浙东地区的方国真部 刘伯温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几年 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而且方国真部势力反而越来越大 到后来 焦头烂额的原政府决定招安方国真 以集中力量对付更强大的徐授辉 朱元璋等人 表现平平的刘伯温却对朝廷的招负 坚决不从 激烈上书予以反对 元朝朝廷很恼火 把刘伯温的官职从五品降到了七品 并剥夺了他参与军事的权利 刘伯温一怒之下再度辞职 这次辞职让他有机会在两年之后的1360年再度出山 接受了朱元璋的征兆 之后 刘伯温成为了朱元璋的诸多随军参谋之一 对于他期间的事迹 去掉那些具有神秘主义的传说 无非是两点 在陈有亮是大逼近时 刘伯温是坚决主战者之一 并跟随朱元璋在一线战斗了近三年 给了朱元璋一些战略性建议 然而在此期间的刘伯温并没能留下许多具体的事迹和谋略 他对朱元璋政权创立的贡献 不但比不上文臣之首的李善长 也比不上为朱元璋制定了长远战略规划的诸生 不过在筹备朱元璋登基仪式 修建南京城制定大名律 恢复科举制等制度性建设方面 刘伯温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起诸多更早加入朱元璋集团的开国功勋 刘伯温是前朝近时 在元朝多次围观 对于典章制度明显更为精通 1370年天下大事已定 朱元璋开始大封功臣 这个封上要做到让大部分人心服口服 基本是公平的 从中可以体现刘伯温在明朝建立中的功勋排名 功绝六位 文臣李善长排名最高 战功最高的徐达所封户数最多 最后刘伯温被封为成一伯 在这六位功爵和二十八位伯爵之后 俸禄也很低 这从一个角度说明 至少当时绝大部分人心目中 刘伯温功勋并不高 那么在元朝做剿灭农民军工作 没成绩 在诸葛亮这战功一般 制度性建设功劳 还算有一些的刘伯温 是如何开始有了神机妙算的半仙形象的 我们知道 朱元璋在淮西地区起兵 核心团队以凤阳周边地区出身的淮西老乡为主 被称为淮西勋贵 随着朱元璋集团的不断胜利 权力分配的问题摆上了桌面 淮西勋贵已经威胁到了皇权专制 是必须得铲除的 李善长作为朱元璋的文臣之首 在朱元璋团队中实际同时起了 萧和和张良双重的作用 现在是淮西集团公认的领袖 李善长位高权重 他所代表的项权对朱元璋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为了制约他的力量 朱元璋开始人为扶持 能和淮西集团对抗的文官 这些人大多是刘伯温的家乡人 历史上称之为浙东集团 为了平衡政治 朱元璋选择树立刘伯温 作为对抗淮西集团的棋手 还亲自鼓吹他的神机妙算 刘伯温是前朝近世出身 比朱元璋大了一代人 在朱元璋集团里 几乎算是最有文化的 担任的太史另一职 一方面负责典章制度 另一方面负责观察和解说天象 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有代言天意的权力 有一定的神秘性和神圣性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期待 大约类似于前秦的王猛 北魏的催号 酷力加能力 以充满智慧的权谋家姿态 为皇帝加强集权的目标效力 包括得罪人的糟化 在古代王朝统治下 依靠亲族老乡 在马上打天下之后 君主任用有手段有权谋 但不可能威胁皇权的朝臣 削弱皇族 功臣是很常见的 扮演这样的角色 当然是难度系数极高 风险也极大的活 一方面他们干的事 本身就是得罪勋贵集团 这个事干好了叫 宰府之财 干不好 就是宁性 然后被彻底打倒 另一方面 皇帝很可能随时 把他们拿出来背锅 或者觉得他们权力太大了 谢莫杀驴 王猛死得早 保住了明杰 最后在辅助北魏前三代 君主创业和建立制度后 连同燕金族人 一起被杀光 活务元年 刘伯温担任 御史中成 负责监察官员 李善长的一位心腹李斌 因为比较严重的贪污被捕 暗虑当战 李善长找刘伯温多番求情 还提出当时天下大汉 正在求雨 期间不适宜执行死刑 刘伯温很明白 朱元璋任命自己背后的意图 拒绝了李善长说情 将李斌处斩 但随后的事情 便让刘伯温寒了心 由于大汗持续 李善长借机弹劾刘伯温 善杀惹怒了神明 李善长的党羽也纷纷跟进 朱元璋不愿意支持刘伯温 他随着李善长及其党羽的弹劾 象征性地责备了刘伯温 用实际行动表示了脏活你来干 好人我来当的基本逻辑 这样刘伯温不免心灰意冷 一方面是李善长为首的怀西集团 对自己咬牙切齿 一方面 朱元璋却要让自己独自承受 李善长集团的压力 借着妻子离世 料理后事的由头 刘伯温回到老家 暂时淡出了官场 从此 刘伯温逐渐进入半掩退的状态 但是朱元璋削弱怀惜勋贵的工作 还得继续 他选择了和刘伯温私交甚度的杨线 来领衔对抗李善长集团 这是一位从情报系统成长起来的官员 比起传统士大夫的刘伯温 杨线更符合我们传统印象中的能力和酷力形象 历史并没有记载杨线的具体死因 只记载了他犯罪被朱元璋诛杀 情报系统出身的杨线 为人处事过于锋芒毕露 性格又急躁 甚至会直接跑去找朱元璋说 李善长无大才 不堪为相 朱元璋难道不知道李善长是什么人 他需要的 是能逐渐分化李善长权力的能力加酷力 不是这种一旦给了大权 就变得轻浮不知所以 完全不堪重用的宁臣 事实证明 杨线的政治智慧 比起刘伯温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刘伯温能在杀掉 李善长的心腹李斌后 即使选择抽身退出 短期内保全了自身平安 杨线当上中书省左城不到一个月 就遭到李善长的弹劾 说他放肆为监视 对李献深感失望的朱元璋 顺着李善长的弹劾 将他处死 到这时 随着杨线覆灭 刘伯温隐退 朱元璋扶植起来 对抗李善长的后世 所谓浙东集团 在朝中基本丧失影响 朱元璋和李善长之间 随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平衡 李善长退居二线 他的嫡系胡维雍和之前 一波党争中保持中立的汪广阳 分别担任左右丞相 刘伯温此时选择告老还乡 归隐田园 朱欲进而封不止 此时怀西集团的领衔人物胡维雍 一直记着刘伯温杀李宾 当众打脸李善长的仇怨 刘伯温归隐后两年 汪广阳被贬值 胡维雍在朝中的主要对手 统统消失 他可以报仇血恨了 胡维雍的指控 很快让刘伯温被夺路 刘伯温硬着头皮 回到南京城谢罪 年逾六旬的刘伯温 在京师肌流 可谓病弱体衰 还留下了感慨自己老去的诗句 到1375年初 刘伯温感染了风寒 身体越来越差 朱元璋委托胡维雍 带御医去探望 并开了一些药方 但是刘伯温的身体越来越差 朱元璋也不大关注他的病情 感觉自己大县将至的刘伯温 于是返回家乡 不久病死 从刘伯温死前的症状看 他应该是死于肝癌 或者其他肝部疾病 胡维雍和御医一起造访 刘伯温府上时 药方是御医开的 药材是刘伏家人 照着御医的方子抓的 过了十几天 刘伯温感觉自己腹内有石块一样的东西 非常痛苦 很明显是肝硬化的症状 随后 刘伯温爆病进攻时 对朱元璋提到 御医的药方没什么用 病情反而加剧了 刘伯温的意思是 他极度不信任胡维雍 怀疑胡维雍和御医勾结 药方里有猫腻 但是 胡维雍毒杀刘伯温的说法 似乎经不起推敲 胡维雍一方面 有着操纵御医下毒的能力 另一方面 却用足以杀死皇帝的能力 去和一个已经退居二线 已经服软 病弱不堪的老臣过不去 以当时的化学水平 怎么可能做到控制毒发速度 让基础病严重的刘伯温 带病回到老家 几个月后才死亡 到后来 更有人把毒杀刘伯温的说法 算到了朱元璋头上 这就莫名其妙了 当时 杨县死了多年 汪广阳也斗不过胡维雍 朱元璋和淮西集团博弈症激烈 却去毒杀一个和淮西集团不对付的 病弱退休老汉 从刘伯温的字数和他一贯的身体状况看 他的死是肝病发作的结果 在元朝做官时 刘伯温就性格刚烈 脾气暴躁 和同僚难以相处 晚年更是要压抑自己的性情 周旋在朱元璋和曾经得罪过的淮西勋贵集团之间 病情恶化也是自然之理 刘伯温死后五年 他回乡前对朱元璋所说的怀疑胡维雍对他下毒的猜疑 被朱元璋拿出来当成对付淮西集团的工具 成了胡维雍的罪证之一 以至于刘伯温的死亡原因 也逐渐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之后 朱元璋发起胡维雍大案 淮西集团也随之覆灭 在文官系统方面 李善长 胡维雍 及他们的党羽 都成了罪恶昭章的罪臣 那么曾经对抗过淮西勋贵 正面硬抗过李善长的刘伯温 就逐渐成为开国文臣的代表 加上明代市井文学发达 刘伯温本人在民间故事中也逐步被神化 变成历史上那个扮仙的角色 在朱元璋先后抬出来对付淮西集团的三位文臣中 只有刘伯温部分达成了朱元璋的期待 并得以善终 在后世留下较好名声 相比之下 急躁轻浮的杨县和总想获悉尼的汪广阳 都身败名裂 死于非命 但是 刘伯温的水平也并没有民间传说的那么高 早年孝命元朝负责剿灭方国真卫国 投奔朱元璋的实际战功和战略规划成果 也乏善可陈 反而在制度建设上有些成就 总之 历史上的刘伯温是个相当聪明的人 但是 把他的功勋和诸葛亮等名臣相提并论 实在是过于夸张 刘伯温形象被神化 一方面反映出明太祖对文官系统破坏之彻底 另一方面则显示出明朝市井文化的力量 正是这两大因素 使得一位聪明而知尽退的文臣 逐渐幻化成后世许多人心目中的半仙